这个老太太每天都在用猪油擦手 然后将手指放入一百度的热锅里猛炸 炸至九分熟后再用后骨包裹起来 等了足足七七四十九天 女人迫不及待取下裹在手指上的纱布 手指不但没有变嫩 反而变得非常粗糙 这让她脸色大变 哭得稀里哗啦的 妹妹见状赶忙上前安慰 突然她看到妹妹的手指光滑细腻 甚至宛如少女般 姐姐直接拉起妹妹的手指伸出门外 原来外边有一个老色批 只要见到美女就拔不动腿 而这个男人并不是外人 而是一个好色的国王 就在遥远的昨天 国王起床时听到一阵优美的歌声 并且还看到一个曼妙的身姿 通过歌声和背景 让国王误以为是一个美少女 不料她心中的美少女 只不过是一位年过八旬的老太太 于是她立马派人送下聘礼 专门邮请女人回到自己寝室 可手下敲了半天门都不见人影 最后只能以绳子传送给他们 姊妹两人看到后欣喜若狂 一辈子都没见过如此多的财富 可国王实在等不及了 杨眼立马见到女人 命令封她为皇后 妹妹一听 立马想做出解释 不料被贪婪的姐姐阻止 于是她们上演了一场迷惑行为 而国王已经迫不及待